這一次的部分 我們這個月其實跌的比我們二一年的時候來的更重 因為我們這次開的槓桿是比較大 這次有打到跌停 但是一樣就是 臺子期跌停的時候 其實會引爆所謂的VIX突然變得很高 那我們會在下一段跟大家去做解釋 那我們這次的外資空單也是在兩萬多口 最高的時候有到四萬多口 當然四萬五千口多 那國際事件的部分是日央的升息 所以其實接下來大家去看 日本的升息跟聯準會啟動降息 能不能夠起到所謂的熱錢換手的效果 聯準會在升息的時候 他們是緊縮嘛 那誰來提供市場流動性 是日本這邊的所謂的carry trade 套利交易來提供這些市場的投資者或投機者 他們有錢可以去做開槓桿 那當日本這邊開始去做緊縮的時候 聯準會這邊開始啟動降息 換他們來提供市場的流動性 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八月中下午就有蠻多的事件 會擠在一起發生 包含像是八月二十二號的全球央行年會 對 包有大概就會明顯的暗示 他到底要降一碼還降兩碼 對 那除了那個以外我們黃昱昱也要來嘛 八月二十一號 然後八月底的時候有MFCI的調整 所以通常在二五八十一的MFCI調整 我們如果中間是有重挫的話 在月底前都有機會拉起來 所以大家可能最黑暗的時刻 可能已經過去了 那再來國際事件是戰爭擴大 比如說伊朗跟以色列 他們是不是在最近就要馬上爆發更大的一個衝突 那最後還是這個美國大選 之前有跟大家提過 如果執政黨換人的話 美國大選可能八到十月表現不會太好 所以如果八到十月的部分 現在才剛八月初就中挫了嘛 那如果說他們執政黨沒有要換人 然後股市呢 這邊從八月中到九月這邊開始逐底往上走 那這樣子的話 八到十月就會呈現是一個比較多頭的一個格局 因為先跌過了 對 已經先跌過了 所以其實在六月初的辯論 安排的這麼早 可能是因為有這樣子的一個因素 最後我們觀察就是大盤 是不是會重演亮縮走這個第五波的一個樣態 如果過高的時候還是亮縮 那麼大家還是要小心一點 非常清楚 謝謝玉衡請先回座了 這幾個事件太重要了 有沒有可能最壞的狀況已經過去了 接下來日本會升息嗎 聯準會會啟動降息嗎 延續這樣的話題 聯準會目前九月 似乎已經漸在懸上就是會降了 會降多少 甚至於大討論會不會緊急的趕快降息 因為美國的經濟已經出事了 有可能嗎 您手中的債券商品怎麼佈局 休息一下 期展告訴您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